大家好,我是六年三班五號的忠誠哲 今天我要介紹的書是逆轉騙術 逆轉騙術這本書是莊惟洞老師魔術數學的前傳 有著同樣的特性 這不是超能力,但是能操控人心的魔術數學 這本書就有如黃萬生教授找人一樣 解謎玩魔術做數學 是一本一定會令人著迷的數學魔術小說 這本書總共分成九個章節 每一個章節都會令你想要一看再看一翻再翻 逆轉騙術這本書裡頭的男女主角莊穎和楊瑞 憑著他們的機制與詐騙集團對抗 雖然每一次都驚險萬分,甚至還有同伴犧牲 但最後還是化險為夷 但是我非常好奇 為什麼作者莊惟洞老師可以想出那麼多令人出乎意料的情節呢? 而且許多情節都是數學與邏輯的神奇產物 剛好8月17日在台中國立圖書館有一場簽書會 我們直接來去訪問作者吧 沒錯,就是直接去訪問作者 想出那麼多數學的故事 那這個呢要說到說 一切都來自學習 只要你學習了 你把東西內化了 你就有辦法做這樣的創法 但是你沒有學習 沒有這樣的元素 就什麼都沒有 就像一個廚師他要做東西 他一定要有那些派遇 如果他是一個五星級的廚師 然後你什麼都不給他 你只給他沙子、石頭 他可以煮東西看你吃嗎? 是不行的嗎? 所以一樣的道理就是說 無論是後端有什麼樣的精彩創法 其實都是一切來自你學習 這樣你才會有這樣的元素進來 這樣你才有辦法做新的創法跟新的故事 好,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不客氣 我就怎麼不恨 嗯 過五次看你學習 學習 老師 有什麼建議 其實只有三個建議 第一個叫弄懂 第二個叫真的弄懂 第三個叫證明你弄懂 這三個等級是不一樣 你會以為說 老師說我只是弄懂而已 第一種弄懂叫做你聽得懂的字 第二種弄懂的可能你考試的時候 你可以寫得出來 可能喔 不一定寫得出來 對不對 因為第一層你只是聽得懂 你不一定寫得出來 那第三層弄懂是 你真的內化了 你可以把它延展出新的東西 或者是新的想法 或拿這樣的原理去解 你未來的題目把它當成一個顯配知識 所以呢 叫做弄懂 真的弄懂 真的弄懂 然後證明你真的 謝謝 聽完了作者莊惟動老師的說明 是不是覺得對數學與邏輯的學習 有更大的興趣了呢 趕快來看一看這本 前所未見腦洞大開的奇書 這本文章